2013年11月17号 有媒体在网上曝光了一个在长沙某小区当保安的清华毕业生 据悉,这个清华才子是10年40岁的张晓勇 他是1991年长沙县的理科状元 之后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199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 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张晓勇为何会沦落到当保安的境地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最人物记》就带大家走进张晓勇的传奇人生 1973年10月 张晓勇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的一个普通人家里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张晓勇是家中独子 自有被父母寄予厚望 父母虽然不是高材生 但也有些文化 从张晓勇刚会说话时 父母就开始教他学习写字数术了 1988年 张晓勇又升入长沙县一中高中部 进入高中后 张晓勇就是班级里的班长 他不仅学习优秀 管理能力还很出色 多次获得了优秀班干部的称号 除此之外 张晓勇个人非常自信 他总是在班级里扬言 我一定要考清华北大 1991年7月7号 高考如期而至 张晓勇带着老师和父母的期盼走进了考场 当时总共考四门 总分只有600分 最终张晓勇的高考成绩为538分 虽然距离满分还有一些距离 但据张晓勇班主任刘更生回忆 当年的高考特别难 张晓勇能考538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而且张晓勇还成功获得了长沙县的高考理科状元 获得如此高的分数 张晓勇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的志愿 当时他填报了好几个志愿 有土木工程 有机械设计 也有工商管理 但最终张晓勇收到通知书时才得知 自己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了 就这样坏着激动的心情 张晓勇告别父母来到清华大学报道 刚进入大学时 张晓勇充满了信心 虽然他是小地方来的 但是他也不自卑 和同学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1996年的人才市场上 张晓勇开始和更多的大学生竞争 当时 整个中国关于生物科技方面的公司并不多 张晓勇作为一个本科生 在北京迟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无奈之下 他只好南下广东 到广州人才市场混迹 在广州 张晓勇将自己的简历 投到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里 这家企业主要做日化品的 张晓勇当时就想 要是能在这家日化品公司里 从事产品研发 倒也是学有所用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可是 当张晓勇进入公司后 他才发现 自己被分配到了客服部 那一刻 张晓勇非常后悔 也很懊恼 但是他拖不起了 他当时身上没有一分钱 有个工作先赚到钱 让自己生活下去 之后再谈理想 就这样 张晓勇从客服干起 在这家公司安稳地待了下来 那段时间 张晓勇每天都在和客户扯皮 聊些内容也都和专业无关 就是一些销售方面的术语 不过 作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张晓勇工作能力很突出 没干几年 他就升任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每个月有近五千块钱的收入 2003年 张晓勇的父亲 突然因为脑出血 瘫痪在床 母亲年龄也大了 很难照顾父亲 这个时候 张晓勇就在考虑 要不要回到长沙 回到父母身边 其实当时 张晓勇在广州也过得并不如意 多年来 公司收入虽然还可以 但大多数都花在了日常开支和房租上 身上的存款 想要在广州买房 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此之外 通过对公司的不断了解 张晓勇发现 这家公司的研发部门在国外 自己想要被调入研发部门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无奈之下 他最终下定决心辞职回家 2003年7月 张晓勇回到了长沙 起初的日子 他每天都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给父母做饭洗碗 母亲看着身边 这个曾经让他倍感骄傲的儿子 如今却在厨房里刷碗洗锅 他内心非常愤怒 甚至将手中的碗摔碎 大骂张晓勇 大男人应该志在四方 不再锅碗瓢盆 对于母亲的行为 张晓勇只能默默接受 生活中 张晓勇是一个大小子 对于父母的管教 他从不顶嘴 而他从广州回到长沙 主要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照顾父母 到了2004年 父母在儿子的照顾下慢慢康复 张晓勇的积蓄也已经见底 无奈之下 他只能到长沙街头找起了工作 刚开始 他也想找一个和自己所学专业类似的工作 他每次去面试 都带着自己的清华毕业证书 但是半个月下来 张晓勇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无奈之下 他只能丢下清华大学毕业证书 开始尝试更多的工作机会 最终他进入一家房产公司 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 那个时候的房地产也不算热门 张晓勇每个月的工资 也只能勉强糊口 2007年 已经34岁的张晓勇 在亲戚的介绍下 和当地的一个女孩结婚了 其实张晓勇家里很穷 女孩能看上张晓勇 就是看中了张晓勇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名头 2008年 张晓勇的儿子出生了 为了给儿子赚奶粉钱 张晓勇不得不又出去找起了工作 很显然 35岁的他找工作的时候会很尴尬 他只能在大街上四处转悠 一天 他在经过长沙市 马王堆陶瓷市场时 发现了一则招聘广告 上面写着招聘一名保安 年龄不现 张晓勇当即就到市场里找到了相关负责人 在介绍自己时 张晓勇并没有说自己是清华毕业的 当然了 哪怕是初中毕业的 保安也能干部事 第二天 张晓勇就上班了 从此 清华才子张晓勇就开始成为了一名市场保安 月薪2000多元 整天穿着保安服在市场里维持秩序 每天下班后 他还需要照顾父母 然后再照看孩子 哄孩子睡觉 生活和工作都很忙碌 张晓勇也忘却了自己和清华的渊源 选择安于现状 至于为何要安于现状 张晓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不是怀才不遇 只是当梦想和现实发生激烈碰撞时 选择安于现状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张晓勇也在新的岗位上诚恳付出 外人看不出他是清华的高材生 只知道这个保安十分负责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而在同事眼里 张晓勇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保安 无论多晚 只要业主打电话 张晓勇就会上门服务 有时候 张晓勇甚至会工作到晚上11点 203年11月17号 有媒体在网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清华毕业生当保安的文章 一时间在网上引起热议 作为争议中的人物 张晓勇回对网友 不管你是清华人还是北大人 都应该服务于社会 以为社会做贡献 来衡量人生价值 社会价值 总之 从任何角度来说 清华才子当保安 还是造成了资源浪费 张晓勇的所学 应该发挥在需要他的地方 媒体的不断造访 让张晓勇就职的 伯奈特物业公司门庭弱势 公司领导不止一次劝阻张晓勇 要不就辞职吧 但是张晓勇十分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他当然不想放弃 后来 为了躲避媒体 张晓勇拒绝一切采访 再次成为了茫茫人海中 普通的打工一族 2018年3月15号 李世平发布了一则名为 男子曾是理科第一考上清华 毕业后当保安的视频 这则视频再次将张晓勇 推上了微博热搜 让清华毕业生当保安的话题 引起无数网友的讨论 据悉 当时45岁的张晓勇 已经是马王堆 桃子市场的污馆客户部主任了 也属于管理层了 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保安了 但是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这一届网友显然更加挑剔 大家开始抨击张晓勇浪费教育资源 骂他自私 对于网络暴力 张晓勇有些措手不及 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了影响 他只好让之前采访他的那家媒体 删掉视频 自己也发誓 以后再也不接受媒体采访了 还是安安稳稳地 当一名物业管理人员吧 如今又是四年过去了 张晓勇又在干什么呢 据张晓勇身边的同事介绍 目前49岁的张晓勇 依然还在做物馆客户部主任 只不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能拿到5000多元 虽然多年来 他的事业没啥进展 但是他和妻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一家人也很幸福 他的儿子已经14岁了 也开始上初中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周围人都说将来也要考清华 但是张晓勇却对儿子考上清华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他还是觉得儿子以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人活在世上都有远大的抱负 都想着成就一番事业 名利双收 但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我们在为梦想拼搏的过程中 总有一些客观因素无法克服 不成功 人活在为梦想拼搏的不飞